淡水是馬街博士150多年前首到登台的地點 因而在淡水教會與馬街街的醫館前方的小巷 就稱為馬街街 但是市議員陳偉傑表示 這條位在觀光歷史非常重要的馬街街的三個路口路牌 卻都有著不同的英文路名 就連馬街博士的英文拼音也都呈現不同的版本 一條街三種寫法 馬街街已經成為一街三制 就連在地人都搞不清楚 新北市淡水是馬街博士150多年前首度登台的地點 更為台灣貢獻許多事蹟的感動 因而在淡水教會與馬街街醫館前方的這一條小巷 就稱為馬街街 而淡水市議員陳偉傑表示 這一條位於觀光歷史非常重要的馬街街的三個路口的路牌 卻都各有不同的英文路名 出現了三種不同的翻譯方式 就連馬街博士的英文拼音也呈現了不同版本 一條街三種寫法 馬街街已經成為一街三制 就連在地人都不灑灑 我們感謝有鄉親特別來我的服務處跟我提醒說 我們淡水住民的景點這個馬街街的路牌的標示 居然有三種的一種狀況 那當然也詢問了這樣的一個教會 那當然他說馬街的這樣的一個拼音呢 應該還是要根據這些歷史的援助 或是說大家對於過往對他一個稱呼的一個寫法 應該要有這樣的一個統一的一個標示 市議員陳偉傑表示 這次還發現了馬街街除了街道英文縮寫的不一致 有的是用馬街還有的直接音譯 而街道英文也有縮寫 另外一邊卻沒有相當混亂 更別談外來的遊客 也容易造成國外觀光客在旅遊搜尋時 及歷史認知上的混淆 例如那個K也必須要用大寫來顯示 那至於這個Street這樣的一個英文 到底是要縮寫還是要全寫 我覺得應該都要一定的一個標示 尤其我想疫情過後 這個遊客越來越多 所以我想也要呼籲我們相關單位 不管是市府不管是公所 應該還是要重新審視這樣的一個狀況 也不要讓外地來的遊客 或是國外來的遊客 看到這個路標呢 卻不傻傻 所以在這邊特別提醒 那也感謝我們鄉親好朋友 特別來告訴我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一起努力 打造更好的一個旅遊環境 為淡水盡一份心力 議員陳偉杰表示 對照馬街博士過去的日記與書信 都是以Market來署名落款 對於基於歷史尊重和尊敬 應該統一以Market作為標準名稱 對此時議員還特別請教了淡水基督長老教會 等在地團體 也會儘速地要求公務單位 將正確英文寫法統一與更新 並且持續推廣淡水在地的歷史國際能見度 讓更多人可以喜愛淡水 認識馬街 期許淡水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城市 記者許多淡淡水採訪不到